梅州岛 我来了 山海画廊 人间福地 拥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自然风光的梅州岛 中秋国庆假期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旅游度假 这个风景让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激动也很兴奋 我就希望说今后能跟我心爱的人 经常能来这种风景优美的地方来游玩 然后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这次国庆长假安排到梅州岛玩 之前只知道这里有那个妈祖 然后过来玩了之后发现这里风景也很好 就是那个沙滩很漂亮 沙子特别的软 然后还吃了海鲜 海鲜也觉得特别的新鲜 然后就觉得还想再多待几天 说起梅州岛的旅游 必来的打卡地呢 当然就是我身后的妈祖庙了 这里是妈祖文化的发祥地 是世界妈祖敬仰者的心灵原乡 和海鲜梁同胞心持神往的精神家园 妈祖力得行善大爱的精神深入人心 我们知道在台湾有1600多万的妈祖庆众 每年他们都会攻台着分离妈祖神像 来到祖庙业祖 香火传承 我们说天下妈祖主在梅州嘛 那用这八个字呢 具体就可以感受到妈祖呢 对于天下人的一种平安跟期许的一种向往 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梅州岛这里来 因为这里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就像我们回到这个母亲的怀抱一样 我们打小就是在妈祖的那个信长的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的 梅州岛是我们全世界妈祖的羹 全世界的信众 一定要回来神庚叶子 梅州岛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 碧海蓝天 三眉海阔的海岛淫泥风光 令人沉醉 这里有名言不绝的金色沙汤 和微微奇特的海湿地貌奇光 是旅游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 现如今河美海岛梅州岛正以新兴宜人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游客们分治踏篮 沉浸式夜游等滨海旅游新业态持续升温 美丽经济在梅州岛绚丽战化